超過法定標誌0.25 那涉及刑法公共為賢脆 你有車 我就 他吹燒酒機 天發落 不用啦 沒事欸 X12 我們就知道不能 不能酒駕了 所以你才叫我來載 但是我去了車燒酒機 是我的問題 所以也是剛開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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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超過法定標誌0.25 那涉及刑法公共為賢脆 就是怎樣 你有車 你們跟大家出去喝 我們就知道不能 不能酒駕了 就是我們不能酒駕 所以你才叫我來載 但是我去了車燒酒機 是我的問題 從天發落 不用啦 沒事欸 X12 那我們再等半個小時 沒辦法 因為他只有車燒酒機啊 假如你超標的話 有同一個乘客 要開 4.52 4.52 4.52 0.53 就是 他們要開罰單 你很清醒 我清醒啊 我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你決定 來來來來來來 好 那種危險啦 就超過了 叫送法院 但是沒有像你要扣押我嗎 要啊 現在就現刑犯了 22日40時19分左右 遠景巡經中華三路與七賢二路時 發現一台轎車未開大燈 所以將這台轎車攔了下來 窗戶一打 還就聞到 37歲的趙信女駕駛浑身酒氣 於是警方要求她要進行酒測 趙信女駕駛下車之後 立刻就在路旁坐起深蹲 他說這樣可以加速排汗 也能讓酒精加速揮發 登場讓遠景看傻眼 不過這招失靈 因為酒測超標 被依照公共危險罪查辦 據了解 趙信女子是在 市區一間酒吧與友人喝酒 自覺只喝了兩小杯傻 認為精神上家 繳信駕車帶友人返家 卻因忘記打開大燈 遭警方攔茶 不過貪圖繳信 現在除了要面臨相關罪責之外 還要參加道路安全講席 身份證 過去的時候他已經跌在路地上 那我直接走了 我第一次遇到 怎麼那麼大呢 大哥你說醉成這樣 你還要騎 怎麼那麼大呢 不行 接下來我幫你推去旁邊 不要拉著車啦 這樣會倒啦 你先下來 慢慢站 我根本會拍鎖囉 我過去的時候他已經跌在路地上了 那我再走了 我第一次遇到啊 快點 我有點心 看不到 快點 是 都不知道 有沒有十多 很多人 看到